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雷丁 歡迎收看戰車世界的驅逐點位分享第七集 那我去裝模組了啦有地圖 上次謝謝上次驅逐點位分享六的這個 我的這個影片下面有人留言提醒我地圖太小了看不清楚 所以我去裝了這個模組然後他還有戰術地圖的這個東西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些常見的驅逐點位啊 這個戰術地圖是參考啦 你也不一定要完全照著他說什麼戰車在哪邊你就去哪邊 但是你其實是可以參考的 不錯的參考價值那這個點我蠻常去的 那我剛剛一場走錯齁就是走錯是怎樣 就是我可能晃身還是在做別的事情不知道怎樣 剛開始你看到我方向走錯其實我應該是要往這個方向去的 那也因為那樣拖延了一點時間讓我可以稍微看清楚一點戰況 因為後來其實我這台車本來就很慢了 就算沒有剛開場沒走周邊我應該也是沒有辦法支持到的 你看這兩台就很快啊 前面那兩台八階的這個 我按座好了 這兩台八階的這個那個叫什麼啊 那個不太會念 反正八階的那個 天階PV105那兩台 他們佔的點位就是我原本想佔的點位 但是好吧他們居然都佔了 那我就佔他們後面 好 我要去的點位這個點其實我是第一次去啦 但是我覺得我目前佔了 因為我平常是佔他們那邊 但是這一次想說他們兩個這樣 我再過去會太急 我就過來了 那他們那兩個點位其實很容易被自走砲盲射 也會被去體坦克打 也會被中坦打 我還真的剛開場就有被對面盲射打中過 所以那個點你要注意 那如果你是對面的自走的話 你可以朝對面那邊盲丟幾發看看 假如說對面中坦都不願意 我們這邊中坦都不願意揉手的話 那這場最後我是以打光炮彈作為中間 你看這個就是 好吧 你們要把它只摟一點點 我就沒辦法歪砲 這個準度是 0.35 就是VK3002M那個75炮的準度 距離遠的話它會有 亂飄的問題 這場我剛開場有很多手殘的狀況 你看這個 我以為它會繼續往前 哇 手殘 其實我不應該那麼快打 那它那個IS-3A跟那個G-43 其實如果我們這邊那兩台德國驅逐坦克 要打它們的話 沒藏好應該是會被它們亮到 這一發就是 也是運氣不好 你要說手殘也行啊 我承認我常常玩真的是有手殘 我們已經浪費了三把炮彈都沒中了 好 中了一把 剛剛是浪費兩把一炮炮 我去看一下什麼 那它們這邊離我夠遠 所以其實 就算 我們還 而且我們前面還有樹殘的打 所以 那是看不到的 艾米爾 超愛艾米爾 它們拿下中間了 所以其實你看中間有它們 我們重坦就推不過去 我們沒有推線的希望 因為 我們推線會被它直接打側面 會被它們山頂的人直接打側面 被我們的這個打掉了 說真的 我們已經死一輛八街的這個 它們兩個主牌一起待那個點位 我看一下看錯 你看它們 它們兩個待這邊 可是已經死一個了 所以它那個點位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們會死這麼快 如果各位知道為什麼的話可以留言 跟我說一下 我猜它們是被 我猜它是被看到 應該是被看到 它被七五順目都亂打掉 我們看看 要碼對面盲色 要碼就是 要碼被看著 抱歉 打得高 天 有點想睡覺了 已經超過我睡眠時間了 它這個LOW 它這個做法很聰明 各位如果你們投硬的車可以學它 你看 它推的是個司機前進 它把它的弱點 還有它車身完全藏起來 你基本上就只能面對它一個無敵奔塔 它還是有被打穿 但是我真的不確定它是被打穿哪邊 可能是被打到車長塔了吧 但是他這個做法其實很難 就是他也知道要藏弱點 等一下他推的屍體緩慢挺進齁 但是自走就會炸 他這個時候沒被自走炸到滿壓 他就被打了 他是不是傳導輪漏出來被打到還是怎樣去 他就一直被打穿 我很奇怪他不是已經發潤了 那我現在決定請進是為什麼 因為基石山那個地方已經沒人了 基石山跟S3A都死掉了 那這邊又已經一段時間沒人呆了 所以我想說來打他們這個S 因為他們被量出 不然我在那邊也沒死 這把很漂亮齁 但是這個傷害偏低 我們的軍傷是490 剛剛打出436 暴地傷 那這把就是 也是一個距離外炮的問題 我其實是要打這個S2 外炮 然後就打到那個 各位也知道M6A214的裝甲很硬 而且幾乎沒什麼弱點 除非你知道他側面 M214的缺點大概就只有他這輛車的 側面很軟 加上他的炮不好而已 不然他那輛車正面對我們其實不一樣 但是對面的這個M6 我現在上H1彈 因為我知道他會玩的話一定正面對 那他 他算是 失誤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他整個車面直接露出來 那這個 他其實 還是有方法可以 到他要的點位 然後不用整個車面露出來 他可能是 新手買金車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怪怪的 剛剛怎麼會這樣走 然後直接被打穿車 還是爆屁我不知道 那這發就是我會上H1彈的原因 你看 雖然說只有一發 我們總共攜帶在那樣15發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現在剩幾發 6發 我們這一場其實 失誤太多發 所以導致我們 他擺這個腳 其實 我們這個可以穿的 這個腳 他用他側面軟到說這樣的腳都遠的穿 但是 呵呵 就 就吃土了 沒辦法 遠距離 然後加上這個0.35 也不是說特別 一發490的 這個我們要求準度 奢求什麼 對不對 那這發就是 符合我的 德國準度的需求 真的有打到他側 你看他其實 他不用擺這樣子 擺那麼小 他肉太多側面出來 他 這樣 他其實只要亮給我們打就行 亮給他們自走炸就行 如果我是對面的M6A21 我應該亮一下 給對面自走 炸我們的就好 他應該 他又側面都出來 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真心覺得他不會玩 那這場我把GD12的任務解掉了 他要打到3300 還有目前是2182 我原本是想說要不要寧靜 看能不能推上山 後來想一想 不對啊我們GD有人 GD12 而且還有T29 然後虎士的血量 和M0的血量也是那麼少 想說算了 剛剛居然動了那麼愚蠢的命 還是趕快轉頭好了 防守GD要走 那這個虎士值得稱讚喔 虎士他 懂得回GD 虎士其實在動盤裡面不算慢的 他雖然很重 但是虎士在死GD 其實虎士速度上沒有很慢 虎士開過去了 他去防守了 我們的T44有回去支援 有嗎 沒有 T44後期才有回去支援 但是虎士一直抱怨744的原因 他認為744其實可以早一點回去支援 但是744這個行動 晚了一步 你看虎士就被圍了 就被圍繳了 兩輛炮車一定要虎士好解決 他們還有ISU ISU一發這個虎士 然後我在這邊抓到 抱歉剛剛地圖擋到 抓到這個729 他直接側面出來 他是想可能想衝到那個 可以賣頭 藏車身的點位吧 我就轉身要幫忙 可是就是 他們就不出來 那沒辦法 他們也知道我們這邊有人 他們也不敢亂出來 會玩 他虎士在抱怨了 Fucking G44 他認為G44是太晚回去救他了 你看我只剩兩發炮彈了 哇這個攜帶彈量真的是 不給力啊 總共15顆而已 好 不錯有穿了 虎士的砲塔說真的改版之後變硬了 我不好穿 我艾米爾打虎士的砲塔 以我的經驗 能穿的幾率大概一半一半吧 你不要說什麼 我不會描弱點什麼的 艾米爾的砲板就不是很準 你遠距離打過去 你基本上能命中 就已經很不錯了 你還能控制命中砲塔哪邊嗎 不可能的 除非像剛剛那樣近距離 你能知道 虎士的砲塔算硬的 遠距離的話 主動砲塔的話 可以小扛一下 大概一半一半的機率會換衝 以前的虎士砲塔真的是很軟 現在有變硬一些 好那我們只剩一顆了 我們剩一顆AP彈 我為什麼沒帶金彈 因為HST艾米爾他沒有金彈 他只有AP跟H1 WG表示說 如果HST艾米爾他AP傳承就230秒 那他再上金 他再可以帶金彈的話 會有一番遊戲 好吧這點我是認同的 艾米爾的這個DPM其實非常高 他算12秒才打 11秒左右才打一發 但是他一發是493 算起來他的DPM大概 2400多 跟十字軍差不多 超高的DPM 所以艾米爾跟很多車硬換鞋其實是OK的 說什麼 你一對一的話 艾米爾打很多車子不見得會輸掉 開玩笑 一發493 打兩發你看 他這個虎士就是 呃 這幸好我們最後一發是沒有打到很齊的角度 然後我們等死啊 我們沒彈藥了 等死等死 真的是等死 真的是等死 死這 死啊 沒炮彈的怎麼換 完全沒換 好那 這就是今天的 區路點會分享的影片啦 那 呃 我看一下我們的 這個 奶油師 奶油師這場打得很好 他打得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nice齁 嗯 哇 死了 蹦 好那我先按一下暫停齁 我先說 這邊 剛開場有重壇 會推過去啊 有G29什麼的 我想說 這邊應該hold得住吧 但是 事實證明是 他們被反推了 那 有 有可能就是這個LT432會玩 加上對面有ISU152這麼噁心的車 然後自走炮什麼的 所以 所以剛剛或許自走炮沒有打我們在推死體的 這個奶油師 有一個原因 可能就是 自走是在秒這邊的人嗎 不知道 可能要看一下 卡機才知道 好啦 那 這個地圖大概就這樣子 這邊也有區路點嘛 這邊也有 我看一下戰術地圖 你看 這幾乎是對稱的 我們 我們這邊的區路點啊 打中坦嘛 這邊也有一個區路點是打中坦 兩邊的區路點都超好賺傷害的 我都是用艾米爾做講解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車子 有一些區路戰車 它就是機動性的 像是T67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 八階的那個叫什麼 玉斯座 八階的英國驅逐 那些跑的快車 它轉線很容易 所以它其實 到哪邊 它看到人就打 它也可以打很高的傷害 但是像艾米爾這種 驅逐戰車就是很慢 它不好轉線 所以 剛開場選對點位 就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有些地圖是說 你能賺傷害的時期 只有剛開場而已 還有最後死前的 一拼死一搏 這種時期 中間其實敵人 不太會有機會讓你打到的 所以剛才賞的點位 會選的就是蠻重要的 那我推薦的點都是 我自己玩了很熟悉的 認為說 應該大家也都可以玩得不錯 才推薦 那其實這個點 一堆人都知道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驅逐點 講解的影片 是因為 我們還是要體諒一些 他們比較新人 才剛接觸這個遊戲 他們可能比較不清楚 這個地圖其實你五階車也會遇到啊 五階車你可能驅逐戰車 你不知道在哪邊 好那我就建議 你可以待這邊試看看 你對面的話就待這邊試看看 這邊應該是有樹的 但是你 這邊也會被盲視 那我現在待的這個點位 說真的 你是自走砲 你也可以朝這邊盲 有很多人應該都會這麼做 好啦 那就是 因為這個影片的講解 那這邊 我 打法這邊我比較不熟悉 所以這半邊 可能還是要靠 有經驗的玩家 在我的影片下方幫我補充 這邊的玩法 還有這個山頂 山頂的話就是 我簡單說一下 山頂我玩中坦快的話 或者是青坦我就會去 那我比較推薦從這邊上來 你從這邊上來 是被 搞被刺啊 但是很危險 你 來這邊很容易 哎呀 青坦又過來啊 這邊也有青坦他看到你 然後這邊 打過來 然後你就死掉了 啊 所以 這邊很危險 你從這邊上來很危險 除非你確定 這邊安全 你要被 搞被刺再來 那 剛開場就走這邊 你只能賭 對面驅逐 沒有再加炮 或者是那一場 呃 幾乎都是 中坦為主 中坦一票都在這邊 這邊人很少 你才可以賭機會 看能不能青坦上 那 假如說 我們這邊的中坦 三四亮 對面中坦 五六亮 而且都是比較高階的 奧拉怎麼辦 他們這麼多人 你這邊 你要逃跑也不是啊 你逃回去 啊他們中坦 就直接打你側面的 你怎麼跑 那 當然啦 你速度夠快 你可以在這個鞋 利用這個斜坡的加速這樣 咻這樣過去 但是如果你速度不夠快的 中坦 被困在這個點怎麼辦 這個點 你其實是不會被炮車打 可是 敵人如果過來 他們在這邊 想說把他們 車身藏起來 然後指頭炮塔 從這邊打你 但他們有什麼危險呢 他們會被我們這邊的驅逐戰車打 所以 這就是你可以利用的優勢 你們這邊的人 可能就盡量打斷他們的履帶 然後 想辦法Hold住他們 期待這邊有驅逐戰車可以救你 那如果我們驅逐全部都待這邊 這邊都沒驅逐或中坦都沒有人怎麼辦 那你們真的就只能 看要 賭一個速度逃跑 或者是在這邊拼死一搏啦 這個點子就真的 就是 看哪邊人數多哪邊就比較容易 但是我只是補充說 如果你們人數少 你們人數少的話 你們可以怎麼辦 期待這邊有人幫你 期待這邊有自走幫你打 這個 這一群人數比較多的人 也期待這邊重坦會 打這邊 其實重坦也很忙啊 他要打這邊的重坦就來不及了 他還有時間轉炮過來打山上 基本上誰拿下中間這邊 他們就取得了一個優勢 就砍這邊切一條線 這邊重坦就不用推了 他們推過來就是 直接被你們打側面 所以 中間很重要 很多地圖的中間都很重要 非常重要 當然如果你輕坦 你發現你衝到一半 中坦全部走那邊沒有人想跟你上去 那你一個人的話 你當然是直接掉頭啊 你一個人的輕坦 你要跟對面一堆跑對面的中坦玩 一定也脫不了多久 會被硬吃掉 所以 我就說這個小地圖 就是很重要 就是這樣子 這個遊戲就是吃判斷 你判斷對 你發現中坦都不幫你 都走另一邊 然後 對面好像一堆中坦都走這邊 在這邊 上去之前 你就直接掉頭了 你還上去玩 所以你 判斷正確 你直接掉頭 你就 有機會活下來 繼續製造傷害嘛 你判斷錯誤 上去 直接被打成被疊 對 這遊戲 主要不是吃開炮技巧 主要我覺得還是吃 這個 觀念 就是 還有這個地圖的判斷 主要是吃判斷 你看我剛剛 密失掉很多發展 然後我帶單量之後這麼多 但是我還是可以打到 3600多傷害 為什麼 因為我 我做的判斷基本上 是對的 所以 當然我可能要做錯判斷的地方 這個 如果你們有發現 我這場有做錯什麼判斷 你們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說的不一定是對 再次強調 如果你們覺得我講的 沒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這個地圖 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可以再跟我說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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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